花莲县陈信等四名男子发现鲤鱼山山区国有林内有大株的七里香 涉嫌多次的稻采移回自家庭院中栽种准备出售牟利 行窃的过程全部都被花莲领馆处的森林护馆员架设的微型摄影机给拍了下来 四人全部都被依违反森林法送办 花莲领馆处今天表示 一名森林护馆员在上个月端午节连续假期 巡视国有林地时发现有疑似遭盗采的痕迹 为了避免打草金蛇先在现场架设了微型摄影机来搜证 端午节连续假期期间 摄影机果然拍到了四名男子进入窃取珍贵林木的画面 包括了脸型、身材、服装等等全都拍得一清二楚 立即通报保七总队第九大队前往蓝茶 一对摄影画面发现就是同一批人马 警方出示误证时 嫌犯发现无法抵赖当场认罪 有一些经验就是说去判断它现场可能搬运的路线会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的摄影机数量显不可能就是说 很确定的会在某一个路径会拍得到 所以我们应用过去的一个现场 就是说被倒拔倒彩这种状况的情况 然后取最适合然后最佳的一个位置去装设说 还可以成功拍摄到那些状况 华林领馆处表示 陈姓以及三名灵性嫌犯疑似经由私人土地入山 一共窃走六株七里香市价约七万七千元 先种在陈姓嫌犯家中庭院 等待适当时机出手牟利 林领馆处也呼吁 窃取森林主妇产物可依森林法 除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并磕30万元到300万元的罚金 刑则非常重 也呼吁民众不要存侥幸心态倒彩 也提醒若发现可疑情势 可向林务单位来通报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